好来看到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举办年终成果的发表会 分享这一年来在防洪安全生态制和以及智慧管理面向的推进状况跟成果 即在花莲西以及秀姑兰西流域调试规划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分署长王国良表示 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 未来要加强各单位的协力来守护民众安全 也要创造美好的家园环境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分署长王国良表示 九河分署对于防洪安全是以风险管理辖区内外水关注热区取代危机处理 以超前部署行动结合科技辅助检测 智慧防灾平台运用来减免灾害的发生 也透过平时的演练准备作业 还有台风降雨情势评估 在灾害发生时可以迅速应变 有关我们河海提的部分 我们这个是一棒接一棒 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在前辈的努力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等一个等一个治理率的部分 都是已经达到九成七九成八了 那现在我们会从这个治理工程 从工程的部分慢慢导向成管理 那因为人数少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结合更多单位的力量 一起来努力之外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 这个物联网也越来越发达 我们透过一些像说淹水感测器 然后跟各乡镇怎么来做一些 接合气象局的研判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些预判 来做一些不要能够可以提早紧急撤离 或是灾害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赶快第一时间去做一个抢求抢险 我想这部分我们是一不容使会来努力 那现在很多东西就是 除了工程面的部分 我们怎么跟环境面再深入结合 所以我们现在从原来的治理工程的部分 慢慢走向调试 调试的部分就是刚刚大家讲 要从上中下游 从一个流域面 而不再是从一个河道面来看问题 我想这部分也是我们要在 一步一步再更精进努力的地方 王国良表示 最近几年九河分属水道治理方式 透过流域整体改善与调试 结合进自然工法概念 实践生态治水 水利工程则朝向绿色能源等方式来执行 目前更大力推动跨域合作 还有准核调试计划 达到最大效果 而面对极端气候挑战 王国良也强调 要加强各单位跨域联系协力 守护民众的安全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属的努力 也获得许多国家级的奖项 局长王国良表示 未来九河分属会持续于风险管理 超前部署 精进不休 也期许和各界继续通力合作 达到互利共好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